今天很開心來到台中貝斯特來訪問我們的施老闆 老闆您好 你好 老闆請問您從事這行業有多久了呢 二十幾年了 好的 那接下來老闆我們一般在選用隔熱紙的時候 像是清晰度跟紅外線的部分 可以先您說明一下嗎 清晰度就是我們貼上隔熱紙 從車內往外看就是一定要清楚 不能有眩光白霧之類的 謝謝 紅外線就是當然就是熱源的阻隔率 紅外線阻隔率越高當然我們感受的熱源就越來越少 對 那老闆就是像我們就是有時候會在車裡面化妝 然後我喜歡就是注重一些隱私 那我可以選擇大概是什麼樣系數的呢 我們系數大約就在透光率差不多10%左右 10%那會像是這樣子的感覺嗎 這樣子 當然Gamma的一系列還有更深的啦 更深的 那我看一下是不是像這樣子 它是西石的最深款 對 那這樣子是不是換衣服都沒有問題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啦 不要太潔淨就好 看就有什麼問題 好的 這是遠遠的觀賞我換衣服這樣子 對啊 隱隱約若隱若現這樣 哈哈哈 老闆你最幽默 哈哈哈 那我們的下一位 那關於是好的施工環境啊 會有什麼要求 好的施工環境我們當然會選擇在密閉的能器 空間施工 像落成量就會比較少 想像施工起來的品質會比較好 就不會有很多的雜質 無力這樣子 哦 了解了解 那目前呢就是全波段 阻隔和外線高達99% 是哪一間廠商呢 那就是Gamma的格勒子 我們的Gamma世界第一 是的 好的 下一個問題 那為什麼特斯拉的車主啊 都會找你來貼呢 基本上貝斯特在網路的評價都不錯 所以比較會口耳相傳的 會介紹來這邊張貼 那最後就是貼隔熱池啊 為什麼要選擇貝斯特 可以特別講一下你們的一些特產優點嗎 特產喔 當然就是 老闆本身我施工經驗是很豐富啦 不管遇到任何車種 都能很很很很 能夠一難而解這樣子 把他品質做得很高 加上我們服務都比較親切 在網路評價又不錯 嗯 這樣老闆人又帥這樣子 還好還好 可以 看你特別的親切 好的 謝謝 謝謝我們的施老闆 謝謝 然後呢 最後我們一個小小的活動啊 就是 如果選用噶馬格熱紙呢 然後 來我們這個 這邊來貼的話 我們就會送一瓶我們這個 次氯酸水 這是現在非常非常 防疫期間非常需要的 對 可以幫艾舌好好的消毒 這樣子 好 謝謝 謝謝我們的老闆 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 謝謝 老闆 那我們剛剛介紹完 一系列的啊 那我們可以介紹一下 C系列的差別嗎 C系列跟那個 一系列差別在於 C系列它的隔熱率只有 90至95之間 但是也是蠻相當高階的 可能對於預算 有考量的話 也可以建議貼C系列 C系列它也是有分 三四個等級 也是深淺度 例如C45 它的透光率在45% 相對它也是 對世界上比較清新 一般都張貼在於 全檔的熱質 例如我們 C 有沒有 C10跟 其實是跟 一系列的 1100的深度是差不多的 是屬於 比較有隱蔽性的車身用值 客人也可以考慮貼這張 也是不錯的選擇 所以老闆想跟你一起問一下 我們剛把隔熱池的那個 細數方面 可不可以 T5的E系列 來介紹一下呢 可以 例如E系列 它是屬於比較清晰 但是就比較沒有隱蔽性 適合需求 光線比較高的人是需求 依序下來有1400 1300 那就深度越來越深 如果需要有更高的隱蔽性的話 我們就會推薦貼100 就是連換衣服都沒有問題 對 就是比較看不到車內的一些 一些畫面 一些情況 什麼畫面 什麼情況 老闆 有沒有詳細的解說一下 這個我就不方便解說 謝謝 謝謝思寶 signing off 謝謝 感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